公寮内整片天花板崩塌 脚缸散落各处 地上还堆满杂物 现场满目疮痍 屋内地板上斜击斑斑 远景赶紧到场 拉起封锁线 进行裁证 案发在7号晚上10点多 新北市三只一处公寮内 43岁的徐姓屋主和33岁的洪姓友人 当时正在喝酒聊天 没想到天花板却突然坍塌 导致两人被压在青岗下底下 无法动弹 徐姓男子的大姐听到屋外传来声响 连忙走出来查看 发现受困的两人 他赶紧通报119 警校到场后 第一时间将受困男子给救出来 协助他们送医 不过徐姓屋主因为胸口遭到青岗架刺重 伤势过重 到院后不治身亡 而洪姓友人腹部则遭到刺伤 送医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初步调查 此外疑似是因为天花板对放太多杂物 无法附和重量才会导致意外发生 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